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郡主一路上都是这样 好烫啊 要不我们跟大人说一声吧 大人 郡主生病了 小生刚刚着了凉 何不可以停一下 为妻医治 慎行姑娘 郡主身体好得很啊 这一路上病了这么多次 想必啊 一会儿就好了 大人 郡主这次真的生病了 快停车 我们郡主生病了 大人 准备返城 回刚刚的驿站 大人 我们所剩的时间不多了 如果不能在两日之内回到大汤 昏迹恐怕 叶安 继续启程吧 我刚刚说的话你们没听到是吗 是 悠悠 启程回驿站 启程 回驿站 放心吧 长生 我不会让你有事的 长生 小子律 小子律 就咱们四个还装什么装啊 肖大人 郡主是真的病了 你真的病了 真生病了 嗯 食药三分毒 吃了对你身体不好 先喝点姜汤 发发汗 实在不行再吃药 这种粗茧的活儿 交给我和几岩慎行来就好 小子律 你和锦岩慎行先出去吧 我有话要对姨汉说 小子律 明日启程还来得及吗 如果去晚了 会不会连累你啊 这些你就别考虑了 先把病养好 剩下的交给我就行了 我折腾了一路 病了那么多回 你就不害怕 我这次也是装病啊 我相信你 为什么 相信就是相信 如果有原因才相信的话 那就不是真的相信了 喝香糖吧 给好杯子 发发汗 你一定要自己照顾好自己 我还有一些事情需要解决 我们大汤见 郡主胜任冯寒 辛苦两位席心照顾 我先回大汤表明情况 那依安大人路上小心 我先回大汤 还见 我真有意思 我去做事儿 我三大汤 我来 我自己与你 你来